看到剛剛的邏輯 基本上我這邊已經有參考答案 這個答案請你把它刪掉 那主要是給各位參考 那各位可以看到 總共可能會用到的函數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Find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IfAl 那這三個各有什麼作用 當然如果你以前有用過 我想應該Mid應該比較沒問題 Mid的話實際上就我剛剛講的 哪個資料 從哪個字開始取 取幾個字嘛 但是如果沒有刮糊的話 會產生錯誤 如果你看到緊Value錯誤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呢 你給的資料是有錯誤的 比如說你要叫他幫你找錢刮糊 可是你的資料裡面 卻沒錢刮糊的話 他會發生錯誤 OK 那如果假設我們大概知道說 答案是這樣 可是問題我不會寫啊 我叫他如果換個東西 我還是寫不出來 對啊 那如果今天我們換個方式好了 那我問一下那個 TryGPT看看他有沒有辦法給我答案 但是你要問的時候呢 請各位觀察一下 因為呢 在這個問題裡面 他的狀況比較特殊 因為你要取的資料 有一種是有刮糊的 有沒有 如果有刮糊 假設全部都有刮糊 那就不需要特別的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呢 如果說有的有刮糊 有的沒刮糊的話 那我是建議啦 你先問什麼 先問正常狀況 待會的話呢 再把異常狀況 再去讓他補充上去 會比較沒問題 你不要一次就是說 跟他講說 有的有刮糊 有的沒刮糊 然後如果刮糊 怎麼怎麼處理 沒有刮糊 他可能會搞混 所以我建議啦 你乾脆呢 先以什麼 以A3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當成基準 OK 那等到他可以的話 再去解決A2的問題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 比較不會發生一些 這個奇怪的答案 OK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 我們假設針對A3 好 所以待會的敘述方法 跟之前我教過的差不多 所以我大概把那個 第一個啦 當然我們就登錄那個 TrackGPT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問題丟上來 那我的問題 習慣是像這樣 那我會先把那個什麼 TrackGPT扶動在上面好了 類似這樣扶在上面 然後呢 敘述方法也蠻直覺的啦 就是第一個 請幫我撰寫一個 Esser的公式 這個開頭的 OK 他知道你要寫個公式 第二的話 跟他講說 將什麼呢 A3 這個A3呢 實際上就是你浮動在上面 這個A3 將A3儲存格的 甚至我把裡面的資料 也幫他要複製過來 OK 你就把它複製過來給他 OK 其實儲存格好像不打沒關係 A3的 這個資料也可以啦 然後呢 取出刮壺中的資料 他就知道 哦 刮壺在這邊 對哦 取出刮壺資料 那後面的話呢 你不用跟他講說要輸出到哪裡 比如說輸出到B3 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們 游標就一定是放在B3 所以公式就在這邊 那你 輸入端要 但輸出端不用 就很簡單 大概就是這樣的哦 那我把它送出之後的話 他就自動給我一個答案 有沒有 底下的話呢 就幫我把程式 直接就寫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一樣哦 他是Mid加上Fine 有沒有 但是沒有加IfAir 所以呢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複製 OK 然後直接怎麼樣 先試試看好了 直接貼到這邊來看看 直接貼上 OK 然後呢 打個勾看看 打勾 對了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向下填滿 另外的話呢 把它向上填滿 OK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 哎 好像已經對得一半以上了 但是 有一些地方呢 就會出現錯誤 哪些地方會出現錯誤呢 哎 那這個 跟各位講哦 以後在 Excel裡面 只要看到警字號開頭 這個就是所謂的錯誤訊息 錯誤 那後面的話 會跟你講說什麼地方錯 哎 Value 那這個Value 一般是指的是資料啦 哎 為什麼資料錯啦 其實 猜猜看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哦 因為呢 我叫他Find 有沒有 叫他去找錢瓜阿虎 可是呢 我給他的資料裡面 卻沒有錢瓜阿虎的狀況下 他就會跟你講說 哎 不對耶 你給我的資料不對 有沒有 所以他這個意思說 你給我的資料不對啦 當然他不會打中文 他會打這樣子 OK 可是問題來了 這樣其實已經差不多可以啦 但是以往的狀況是這樣的 你說老師 那這個怎麼去掉 其實去掉 怎麼去掉 會不會有人這樣 直接按Delete 就把它通通Delete 可是問題 這資料如果多的話 再把它從頭Delete到尾 那不太OK啊 所以呢 如果假設有這個錯誤發生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做下一階段的動作 第一階段是怎麼樣 先跟他講說 請幫我做這件事有沒有 第二階段的話 直接在下方 接著問他 有沒有 底下的話呢 我第二階段 就是針對A2的 所以呢 A2部分我怎麼問 根據上面的問題 當然你不用跟他講說 根據上面的問題 你就直接順便 接著問 因為他知道說 這兩個問題是有關聯性的 那你就可以跟他講 如果A2儲存格的資料 我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A2一樣指向 如果A2這裡面的資料 他直接把趙大鵬這幾個字也放過來 那為了避免說他看不懂 有的時候我會在前後加上這個雙引號 那這個雙引號加不加 其實不影響 不過我覺得蠻推薦各位加 因為加的話 他會比較知道說 那裡面到底什麼資料 然後呢 後面敘述一下 沒有刮弧 要如何不要輸出 這個叫什麼 緊Value錯誤 或者緊Value的錯 或者緊Value 錯誤不加也沒關係 OK 那意思就是把剛剛的這個狀況 你回報給他 然後按一下送出之後的話 底下的話呢 他又幫你重新呢 產生一個有別於剛剛的公式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最大的差異 就是幫你加了什麼 加了一個ifl OK 那這個ifl 顧名思義 這個函數呢 主要在解約什麼問題 主要就是 跟各位講 以後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不用AI 你如果自己會用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來 來試試看 只要將來你的儲存格裡面 會有出現緊Value開頭的錯誤 一律呢 都可以用ifl把它過濾掉 OK 我們來試試看哦 那他這個怎麼做 把這個地方呢 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 或者直接 我剛剛之前講過 就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的話呢 就直接 因為他是以A3為基準 所以你看哦 他是以A3 所以記得你要貼的話 一定只能貼在B3 你不能貼到那個B2 所以把這個公式呢 再貼到這個B3的位置 把它貼上 OK哦 然後其實其他事都沒做 打勾一下 再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這邊不見了 這邊不見了 那再向上填滿一下 下面也不見了 OK哦 所以哦 其實剛剛的ifl 其實主要是怎麼樣 幫你把只要是錯誤訊息 一律過濾掉 那你說老實在這個地方 到底 他這個ifl怎麼過濾的 我跟各位講啦 如果你假設 我把它Ctrl D 以後 如果假設你不用Ai 其實也有辦法 如果你假設不用Ai的話 我也可以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你假設不用Ai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原來這個me的公式 剪下來 有沒有 比如說我在B2這個地方做 你在插入 ifl是在哪裡呢 在這個所謂的邏輯上面 這邊就有一個if啦 邏輯有沒有 if就這個邏輯的這個類別 那他其實的作用很簡單 就是把發生錯誤的部分變成沒有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很簡單 把剛剛我剪下的公式 一律再貼到Value上 讓他判斷一下 OK 記得哦 這個不要等號 就是剛剛剪的話 是不幫他等號 貼到Value上 也就是說 如果正常的是顯示這個 底下的話是顯示不正常 Value ifl 如果不正常的話呢 那請問一下 我要幫你怎麼處置呢 跟他講說 不要輸入任何東西 不要輸入任何東西的話 就兩個雙以後 兩個雙以後 在這裡的話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記得不要保持空白 沒有資料要打這樣 好那這樣也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這體型說真的不用AIA 倒也不困難 可是如果你實在是不會啦 你可以再敘述一下 你看按確定 然後 然後 向下填滿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其實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其實做出來的公式 就跟我做的一模一樣 只是說啦 當然 前提是你會做啦 如果你不會做的話 怎麼辦 用Charge V一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部分的話在Charge V 另外的話 我一樣會把我剛剛做的那個動作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OK 一樣喔 所以以後請各位自己找到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下方的話就有個E51有沒有 擷取刮鬍內置串 打開之後的話 就有我剛剛 敘述的有沒有 這個是 我問Charge D 當然你 你如果懶的打字啦 你可以拿這個Ctrl C Ctrl V啦 不過我建議自己打一下啦 OK喔 不要那麼懶喔 自己體驗一下喔 然後呢 產生的公式呢 我看一下 公式 在這邊其實有啦 不過我待會把它貼 貼到下方 公式在這下背 然後我剛剛打的公式 都會在這邊出現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我的公式 上方都有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